国率先就新冠疫情向美国发难并向拜登政府索要赔偿 中国这次应该跟上吗 本期问解析 据于俄罗斯媒体报道 近日法国公民协会发起了一项请愿书 矛头直指美国 要求美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蔓延做出解释 并指出此次选举疫情的起源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生物实验室 分析认为法国此取明显就是在向美国公开发难 截至目前这份请愿书已经有数千人签署 并得到了欧洲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千人书还呼吁法国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申请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的实验情况进行调查 并同时对美方提出了三点要求 其一美国政府必须将德堡实验室的相关数据公之于众 并对发生在2019年的泄露事件做出解释 其四大的当局需要出具可信的证据 解释美国疾控中心下令关闭德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 其三要求美国对法国遇难者家属和本国医护人员做出相应赔偿 这是三条条例中最重要的一条 有分析指出法国组织提出以上要求 证明对方已经掌握了新冠病毒溯源的相关证据 而美军德堡基地只有可能就是欧洲疫情的策源地 对于法国公民的公开发难 拜登当局又该作何回应呢 事实上自全球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就开始不遗余力的将疫情爆发的责任甩锅给中国 还炮制了所谓的病毒实验室泄露论 企图对我国栽赃 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美国实验室才是这次疫情最大的嫌疑分子 因为该国拥有全球最多数量的生物实验室 而德特里克堡无疑是这些实验室中嫌疑最大的一个 对此有网友呼吁 既然法国人已经公开向美国所要赔偿 那中国是否也应该跟上呢 分析人士指出 既然美国的盟友已经公开向对方发难 为世界开了一个好头 那么随着溯源证据的不断出炉 中国在将来的某一时时间段上也必定会跟上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不断出炉